8月29日 生命的去来如同心进火船 生命的火苗永不停息 生死的转变如同搬家桥迁 生命的主人仍是一样 生和死如隐随形 生了要死死了再生 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生死不已 到底生从何处来 死归何处去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并不了解 生命不是出生以后才有 也不是死了就算结束 死亡以后就像移民一样 你到了另外的国家 只要你有生存的资本 只要你有功德法财 你换一个国土 又何必害怕不能生活呢 所以死亡并不可怕 死亡之后到哪里去 才是最要紧的 道元禅师说 若生死中有佛 便能无生死 若知生死即涅槃之力 便能无可厌生死 亦能无可怨涅槃 自是超脱生死 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道理 断祸正真 绝物生死同于涅槃的道理 自然不会受生死迷惑 而能安住于超越生死的藩篱 如此 纵死又有何惧呢 死亡并不可怕 死亡之后到哪里去 才是最要紧的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就会有什么事 对 好 对 好 好 好